大家看到我这一身特别的打扮和平时的宋世杰是否很不同呢 因为我们已经来到剧集的第四单元了 第四单元就是计钟计钟计钟计状材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单元里面的大饭派是非常之狡猾的 所以我就要用这一身的打扮和另类一点的演绎 才可以骗得到这个大奸角 王老板 而我这一身的造型其实就是配合这个夺宝奇兵 再加上要和平时宋世杰很不同的一身造型 所以我们连这个走路或者我们的讲话的方式都会不同的 不足你心想辨识 对了 白贱白胜 这个夺宝奇兵的造型如何骗到它 就要留意我们的剧情法 比咱们看起来